其实像明星出席活动的这种温柔卷发和蓬松高卤顶 放在我们轮廓不流畅的普通人身上 也一样可以修饰脸型 秒变氛围感美女 所以接下来只要你有场合需要这个卷发的 都可以来看看今天只有三个重点的卷发教程 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发根保持干燥 因为含油量高的发根不仅立不起来 贴头皮显脸大 还会在你卷发的时候 时不时的飘来一股令人尴尬的味道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在卷发之前洗掉头颖的油分 或者可以使用趣味的蓬蓬粉 吸掉油分让发根保持干燥 然后第二点就是注重卷发的顺滑度和硅正度 可是顺滑度非常简单只有两个方面 一就是在卷发之前把头发束顺 二就是在发尾涂上质地轻盈的护发精油 这两部头发比较毛道的宝子一定要去做 因为这相当于做了一个卷前急救 可以让你头发看起来更顺滑又光泽 毕竟偏毛道的头发卷出来呢 是没有什么氛围感的 而且这个图完凑近闻 还有一股桂花的倾向 二是那种会给人留些好印象的味道 咱们继续说规整度 如果说你想卷出来的头发波浪一致且等距 就要保证你卷美玉铝头发的时候 卷发棒的倾斜度一致 这是因为我在卷发的时候发现 垂直拿卷发棒卷出来的 会比倾斜60度卷出来的波浪更大 所以想要卷出来的头发规整好看 就要尽量保证你卷美玉铝头发的时候 卷发棒的角度要一致 当然聪明的宝子看到这里就知道 该怎么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角度了 比如你喜欢碰弹一点的小卷 就可以斜着拿卷发棒 喜欢温柔淑女的大波浪 就可以竖着拿卷发棒 要解释清楚就可以跟我一样 把头发分为上下两层 这样是能更方便的卷到发根 温度的话 大家根据字幕调整就可以了 先取出两指宽的头发 卷发棒铁片朝外 夹住头发中间部分 往自己身后的方向 卷到离发根两厘米左右 停留15秒 然后要卷下面的时候 可以先把卷发棒松开一圈 再从脖子那里绕出来 下拉到发尾 再次往身后的方向 去卷到刚刚的中点 停留15秒松开 这个头发就从发根到发尾 都被卷成了一个完美的大波浪 不过先不要着急打伞 我们换到另一边 再跟学一次 首先取两指宽的头发 卷发棒铁片朝外 夹住头发中段 往身后方向 卷到离发根两厘米左右 停留15秒 准备卷下面头发的时候 就先松开一圈 再从脖子那里绕出卷发棒 下拉至发尾 同样也是往身后的方向 卷到刚刚头发的中点 停留15秒 松开之后呢 这另一边的大波浪就卷好了 头发比较容易直的 可以在每卷完一层之后 喷上地形喷雾 实测下来像我这样的 粗硬发指 可以维持三天左右的卷度 船头卷完 等它冷却之后 就可以用这种气垫术 给它梳开 因为刚刚涂了精油 所以现在卷出来的头发 就比较像女明星 出席活动时 头发的那种质感 烹弹又顺滑 但这个卷发 现在看起来会显得头有点尖 所以最后一点 我们就是把颅顶弄蓬松 制造头包脸的错觉 通常我会把头顶的头发 三七分 让颅顶看起来更高一点 再分出发际线下一层头发不夹 把下面的头发 都用玉米夹给夹蓬松 一般来说我会夹三层 这个头型就会非常饱满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比较懒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垫发片的 垫在下面 效果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还会涂点发际线粉 让头发看起来更茂密 虽然说这个卷发 并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为了美丽 还是值得的 姐妹们赶紧去学吧